春秋是如何开启的 和这个国家有关 郑国 我们知道春秋中后期的主旋律 其实就是晋楚争霸 而晋楚两国在争霸过程中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就是轮番对郑国进行暴击 目的就是在中原建立话语权嘛 但是春秋早期的郑国 可比后来强盛多了 算得上是天下一小霸 当时晋国还在焚水发育 楚国仍然蜷缩在江汉一鱼 而郑国已经是天下诸侯中 最有话语权的诸侯国了 便经常以天子的名义 欺负其他的诸侯国 叫做以亡命讨之 所以这个时候郑国的腰板很硬 有实力叫板周王室 随着郑国在虚格之战中 一箭射中周天子的肩膀 王权就此衰落 春秋开启了 其实郑国立国的时间并不长 网上蜀三代 郑国君主和周王室是一家人 郑国国君从一开始就是周王室的亲室 也就是首席执政官 王权之下就属亲室最大 这个职位只有周王的心腹才有机会担任 公元前771年 犬戎攻打浩金 在这场最终导致西州灭亡的战争中 郑国的初代君主郑桓公 拼死护送周游王出城 最后战死 马格国师 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也在第一时间赶来亲王 此后郑武公还参与了收复浩金 拥立周平王 护送平王东迁等一系列重要事件 可以说是东周的开国功臣 郑国的前两代国君对周王室那可是劳苦功高 所以世代继承了亲室这个重要的职位 可是当职位传到第三代 也就是郑武公的儿子郑庄公时 情况出现了变化 在公元前720年 也就是周平王牵托后的第50年 周平王打算罢免郑庄公的亲室之位 改立国国的国公继父为亲室 这条消息对郑庄公来说 可谓擒天霹雳 他立刻质问周平王 我爷爷当年为周王室战死沙场 我父亲为王室东迁立下汉马功劳 现在我无故被免 你这不是谢莫杀驴吗 周王室实在不占领 只好改口说没这回事 为了安抚郑庄公 周平王被迫以周王子胡在郑国为治 郑国则以公子胡在周王室为人治 史称周郑交之 堂堂周天子 竟跟郑国一个诸侯国交换人治 不仅诸侯们议论纷纷 就连周平王自己心里都过不去这一关 没多久就郁郁而终 周平王的孙子周桓王继位后 依然看不上郑庄公 不仅如此 还因为周正交之的丢脸事件 对郑庄公心生忌恨 所以周桓王一上位旧式重提 坚持要撸掉郑庄公 提拔国公继父为轻视 周桓王态度坚决 就差正式认命了 郑庄公呵呵一笑 二话不说 派遣大夫祭族在当年四月份 割了周王室温帝的麦子 又在秋天割了成州的河道 以此表达不满 你惹我不高兴 我就割你家的麦子 郑庄公的这种示威 说大不大 这不是什么流血事件 毕竟郑国和周王室的血缘关系相当紧 周桓王还是郑庄公的子孙呢 但是 这件事说小也不小 让你郑国禁锢都是本分 你还从王的嘴里抢吃的 这是要脸的问题 周桓王年轻气盛 一口闷气无法排解 而郑庄公又是个运营高手 在处理这种被人嫌弃的问题上 有着充足的经验 郑庄公从出生开始就被嫌弃 因为他出生时脚先落地儿 母亲武将受到惊吓 所以 郑庄公被起了个很随便的名字 武生 因此郑庄公的老弟苏段更受宠爱 要不是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 郑庄公的王位说不定就泡汤了 郑庄公即位后 他的母亲武将替苏段讨要京城 作为封立 京城是郑国的旧都 地位类似于明朝的南京 按理来说 这绝对不能分封出去 可是母命难为 郑庄公只得答应了 郑国的大臣们都劝郑庄公 武将明显是想帮苏段夺走你的王位啊 你应该先下手为强 但是郑庄公却没有任何行动 苏段以为郑庄公懦弱无能 于是发动兵变 其实郑庄公早有准备 就等苏段上宫 结果苏段造反失败 周平王在世的时候 他很清楚自己的这个堂兄弟是个狠人 所以 哪怕丢掉脸面 交换人质 也不愿意得罪郑庄公 而周桓王刚刚即位 显然顾忌不到这些 公元前717年 郑庄公履行诸侯义务 来觐见周桓王 周桓王可算逮到个初期的机会 对郑庄公非常无礼 郑庄公记恨周桓王的无礼 回首就用周天子祭祀泰山专用的崩利 和鲁国交换了许田 公元前715年 周桓王最终还是任命国公继父为青史 但是并没有立刻剥夺郑庄公的周王室青史之权 而是改任郑庄公为左青史 以国公继父为右青史 但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 公元前707年 周桓王宣布 剥夺郑庄公王室左青史的职位 彻底将郑国赶出了周王室的权力中心 郑庄公文迅立刻回应道 郑国以后再也不去炒进周天子 要知道 尊王阳仪是春秋时代的基本意识心态 郑庄公这一嗓子 在当时效果跟我要造反差不多 公元前707年秋天 周桓王亲自统帅周臣蔡蔚四国联军讨伐郑庄公 无论是从军队规模还是法理大义上 周桓王对郑庄公都是降维打击 这是周王室东迁后 第一次面对诸侯作战 周桓王雄心勃勃 要给郑庄公一个教训 其他诸侯论纷纷 觉得郑国要惨了 周正双方在虚格列阵 虚格在如今河南长阁北边 双方摆好阵型之后 诸王惊讶的发现 对面的郑军摆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奇怪阵型 在后世的兵书之中 将这种阵型称为渝吏之阵 诗今小雅中有一首渝吏之诗 其中有提到渝吏于柳 也就是鱼儿钻进竹炉里截漫而游的样子 战场上有什么东西让人想起了捕鱼的竹炉呢 其实就是郑国一辆又一辆连成一排的兵车 鱼儿指的就是穿插在战车之后的两列部族 不同于传统的方形车阵 这样车兵与部族监措的阵型 使得正军的移动更加灵活 车兵与部族之间配合紧密 也使得战车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了 这是鱼里之阵在历史上第一次登场 除了灵活积变 这个阵型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所需要的战车数量比较少 那么节省出来的其他战车都去哪了呢 容我卖个关子 我们先来看看双方对阵的阵容 朱桓王这边将周连军分成左中右三军 其中国公继父指挥右军 蔡国和魏国军队也跟随这一军 周公黑奸指挥左军 陈国军队跟随这一军 中军则由朱桓王亲自指挥 这一军完全由周的精锐部队组成 是连军的绝对助力 根据周连军这一步阵形式和特点 郑庄公也做了相应的部署 他将郑军也编组为三个部分 中军左方阵和右方阵 郑庄公和袁凡高区弥等人率领中军 寄中指挥左方阵 曼博统帅右方阵 摆好余力之阵 从正面迎战周人的 其实只有郑国的中军 因为郑国的左右两军 此刻已经驾驶着剩余的战车 绕到周连军的左右两翼 为了撑场面 周桓王此次带着陈蔡卫三国一起出征 可这三个国家的战斗力都不强 郑国正是抓住了这三个 混迹于周军当中的薄弱点 打算来一波棋袭 周军万万没有想到 大军当前 郑军竟然选择分出精锐 去突击周军的左右两军 郑大夫曼博指挥郑右军放阵 迅速攻击周连军左翼军阵中的陈军 此时 陈国国内正处于动乱之中 陈军的斗志最弱 本打算浑水摸鱼 没想到成为郑军主攻的目标 陈军移出击溃 迅速逃离战场 周连军左翼军阵很快随之解体 与此同时 冀中也指挥着郑军左方阵 进攻周右翼军阵中 蔡卫两国的军队 蔡卫军队都曾受到过郑军的巨大打击 士气上比陈军也好不了多少 刚一交锋便纷纷败退 周连军右翼军阵 也瞬间阵脚大乱 周焕王所率领的主力中军 由于两翼快速溃败 完全暴露在郑军面前 兵士都无心连战 正是顿时大乱 郑专公见状 立即摇旗 指挥郑国中军 向周焕王率领的周中军 发动猛烈攻击 这时 击中曼博所指挥的郑国左右两军 也承设核击 猛烈夹击周中军的侧翼 失去左右两翼掩护的周中军 显然无法抵挡郑国三军的核击 大败后撤 周焕王本人也被郑国大将铸丹 一箭射中肩膀 被迫撤出战场 这一箭 伤的不只是肩膀 遗亡足下膛 焕王剑上肩 从此之后 礼乐征伐自天子初的时代 彻底结束了